少女的狱卒轻轻揉踩着面团 额前的发丝低垂 衣衫也被香焊尽尸 雾气阴云间好弱仙女 就连女人都看吃了 这是李明第一次吐露对安安的赞美 也是第一次 他想为了这个女人留在这里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李明三岁时 父母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被孤儿院收留 在那长大成人 这天 院长安排他去一个植物园实习 跟着植物学家陈教授学习重要知识 李明忐忑地坐上火车 又换成小船 这才登上了植物园所在的湖心岛 这里遍布绿植 湿润的雾气缭绕 仿佛一个神秘的世外桃源 只是李明没想到 博学多才的陈教授十分补板刻薄 一见面就责怪他没有时间观念 竟然迟到了一个小时 初来乍到的李明十分不知所措 那是一只鸟吗 陈教授的女儿安安出口帮他解了尾 李明赶紧把鸟送上 说是自己在路上买的 陈教授嘴上说着没必要 却十分忠意这只会说话的鸟 他让安安腾出房间给李明住下 而为了给李明一个更舒适的空间 安安将屋子好好收拾了一番 还把墙也擦得干干净净 这样的做法让李明心中十分感激 来了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安安是个温柔而孝顺的女孩 负责父亲陈教授的日常起居 但陈教授十分讲究 日常的规矩更是严苛到离谱 喝的茶要精确到课 早午餐也要在固定的点 早了迟了都不肯吃 李明自己也在陈教授那里屡屡碰壁 这天讲课时 陈教授让李明去拿核手屋给大家尝尝味道 而李明却错拿成了乌头 陈教授的脸色立马变了 因为乌头有剧毒 能治人死亡 他当着众人的面对着李明破口大骂 而李明不堪折辱 一气之下来到火车站想要回孤儿院 没想到安安跟了过来 代替父亲向李明道歉 他说自己的母亲很早就不在了 父亲的脾气古怪刻板 但他对谁都那样 并不是在针对李明 李明心中有所触动 他在安安身上找到了同病相连的感觉 便跟着安安回去了 在这座偏僻的小岛上 年龄相仿的两人越来越亲近 他们一起去山上挖草了 每碰到一种药材 安安就会耐心地给李明讲解 李明觉得 他对安安的情感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掉落 男人从最后一把抱住女孩 吓得他胡乱踢腿 男人这才知道自己抱错了人 将李明误认成了妹妹 就在不久前 李明被陈教授派去池塘里踩泥巴 安安担心他的安危跟在身后 完成工作后他们来到山间 用清澈的泉水给彼此冲洗身体 然而回去后 两人都心不在焉地握在床塔 心中涌出莫名的悸动 最终安安安捺不住心意 起身去花房找李明 却撞见她在洗澡 两人就这样赤诚相见 坦承了对彼此的心意 而那暧昧交缠的眼神 让一向迟钝的陈教授都感受到了反潮 但他并不在意 只觉得是小女孩间的亲密 李明和安安就这样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 可宁静的生活终究还是被打破 安安当兵的哥哥回来了 为了庆祝 第二天全家人乘船出去玩 恰巧赶上一桩婚礼 陈教授看了后担心起儿子的婚事 他望了一眼身后的李明 问儿子觉得他怎么样 哥哥没谈过恋爱 但他知道李明很漂亮 混血的蓝色双眸清澈动能 似乎是个不错的妻子人选 于是哥哥便与安安换了船 在李明面前献起了殷勤 一整天 两人都没找到单独相处的机会 安安心中十分苦问 偏偏哥哥还要来找自己当爱情军师 当着他的面念起了肉麻的情书 安安一气之下跑到了山下的寺庙 不想看到糟心的场面 而第二天一早他推开窗户 就看到李明在楼下站着 他们相视一笑 便明白了彼此的心理 李明向安安保证 这一生除了他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 于是他们在庙里放生了108只鸽子 寓意着两人一生永不分宁 李明告诉安安说 自己拒绝了他哥哥的求婚 但安安此时却鼓励李明嫁给哥哥 哥哥则在外地当兵 结婚以后也很少会在一起 反正李明时早要嫁人 还不如嫁到自己家 这样还能天天见面 就这样 李明答应了安安哥哥的求婚 不想这却是悲剧的开始 女人因新婚之夜没有落婚 就被丈夫一阵毒打 他被吊在房梁上几天几夜 却始终不肯开口 只因为他的心上人 是自己的小骨子 大婚当天 李明和安安都十分落寞 李明不会喝酒 安安便拿走他的酒杯替他敬酒 还拽着他跳舞 一曲接着一曲就是不肯撒手 哥哥在一旁看不下去 拉开了两人 婚礼结束后 哥哥要带李明去度蜜月 李明却握着安安的手不放 想带他一起去 哥哥不同意 安安就追着火车跑 被父亲一把拦下 他不明白女儿 为什么和儿媳妇关系这么好 而蜜月第一天 哥哥就发现李明并不是白纸 将他打了一顿后 独自回了部队 李明顶着一脸伤回到植物园 安安健壮心疼地抱住他 大骂哥哥不是个人 还希望父亲能主持公道 可父亲却守心朝内 不管发生什么 他当是我的儿子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大好在哥哥走了 没有人在横跟两人之间 李明和安安过了一段时间的快活日子 每天粘在一起宛如热烈 对陈教授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不上心 渐渐地 陈教授发现这个家变了 爱探的报纸没人买了 爱吃的鸭掌也没再出现在餐桌上 似乎自从李明加入这个家 一切都变得乱透 而这天 陈教授的牡丹被雨水打倒了 他借题发挥将安安一顿责骂 说他这段时间心不在焉 魂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然而这次安安没有像从前一样拥来顺手 他第一次顶了嘴 李明也从后面赶来帮他说话 没想却直接在怒火上浇了油 陈教授让李明滚出自己的家 但安安却立马站到了李明身边 说如果李明走了 自己不会留在这里 自此之后 陈教授做什么都跟他们分开 自己去买报纸吃饭 想用这种方式刺激女儿 但安安和李明却毫不在意 反而觉得生活更加自由 这天夜里 陈教授醒来感到一阵心急 他让安安给自己倒杯水 但空荡荡的房间无人回忆 陈教授来到花房 却看到安安和李明抱在一起 他踹门冲了进去 大骂李明师的妖魔 拿起刀就想杀了李明 关键时刻 安安从背后一棍打晕了父亲 却没想到父亲因为这一棒关心病发作 在医院躺了几天后便去世了 临死之前 他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证词 杀死他的不是关心病 而是另一种更可怕的疾病 他的女儿和媳妇患上了同样的病 这个病的名字就叫同性恋 此案一出 便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强烈的社会舆论下 李明和安安最终被判处死刑 这部唯美朦胧的影片也落下为目 这部电影的两个女主角 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李明被一场地震夺走了幸福的一切 从此只能在世间飘荡无一 安安虽有父亲 却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尊重与理解 两个孤单的灵魂彼此吸引照亮 这种纯净的情感应该被尊重与接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